大家好,我是吉士甲,李先生 目前在七零企業增加程生實習 目前是在審管部 目前工作的內容是在寫專案手冊 在專門搬寫機台出機後的手冊 在這個過程中 可以初步了解到一個專案的成立 從一開始的規格說明會 到後面的設計說明會 接下來是部門負責的電路圖、設計圖以及管路圖 他們要去做一個設計 接著進行審核、發行、建構再開始 接著機構、部門再去做組裝上級的動作 然後做完這個步驟以後 再去做電控還有PC的部分 PC就是PLC的整合 PC和PLC的整合 然後最後再做 匯合部門去做一個QC QC的總件 就是去測試這台機台的功能 還有動作有沒有符合我們客戶的需求 對 然後最後再如期的促進 那幸運這家出的是 這家就是 這家公司是做半透體的實施設備 那也有在做經驗再生 那我主要是 在製造事業處 那裡負責的是 就是在寫 幫他們的機台收測 那在寫機台收測的過程中 我了解到 就是 餘類人時間的過程 因為我要去跟 設計啊 或是機構 設計 然後 電控 然後 以及PC那裡去做溝通 因為如果他們有做更改 我們要即時去做求證 然後了解到朋友參數 以及I-Line 跟參數的一些關係 還有一些試圖能力 比如說電路圖、管路圖、紀錄圖 到前正確來 然後 才能把這輪手測 如實的交給客戶 對 那 對 這樣 怎麼機台 呃 我們機台 然後分為 好 我們機台的 呃 是 四式製程設備 那 四式製程設備 就是有 比如說 它有多個型號 比如說Single 或是Webbench 對 我是Piece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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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 好 謝謝 我是 我是機械事宜的徵配型 然後我在星雲科技 呃 星雲企業 然後 做 星雲原再生部的設備部 的實習生 然後 呃 我去設備 呃 我進費的裡面 只待了一個禮拜多一點吧 然後之後都在辦公室裡面做文書 對 對 做 呃 呃 整理過上十萬筆以上的文字檔 對 滿 呃 這 主要 做這件事情 做了 兩 呃 兩個 兩項 兩個多月都在做這些事情 然後所以 呃 Excel其實真的很熟了 對 各種 呃 翻寫函數也熟 然後整理起來 讓人看得比較清楚也熟 然後做圖表 呃 也 嗯 就是知道哪些圖表適合在怎樣的情況下 也展示出來 然後也 主管們也讓我有機會可以 呃 上台跟他們 呃 跟我們整個設備部的人 設備 呃 設備的人 設備部門的人一起報告一些 就已經過門 在三月的時候 有一個 專事公司的 呃 經驗宣布滿重要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事件 就是需要 呃 配合台電 然後需要有把機台都關掉 然後 讓機台停機 然後之後隔天再複機這個事情 然後 因為就是 都會寫表 這裡是我們花多少時間 複機多少時間關機 然後 就在整理這 呃 所有的機台 的時候 然後 呃 把它們整理出來 然後 以呃 邏輯性的把一些 缺點 然後一些好的點 然後把它寫出來之後 然後報告給主角 然後 嗯 主要自己的工作內容 其實就是這樣 然後是因為 這麼多筆資料 所以自己也可以在學劇集 然後一些簡單的 一些自動化的 電腦自動化的東西 就不然 呃 自己真的人手 做到 可能 都做不完 所以 就是一面 嗯 一面就是看書學 然後因為 整個部門只有經理 比較會這些東西 然後有的時候會 詢問一下經理 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我快一點 那 然後不然就 然後反正 好論完之後 自己再上網查 或者是回來借書 找 就該怎麼做 那反正整個 然後有的時候 會進具備的裡面 就是 三次跟人 多講話 不然因為看電腦 其實很痛苦 對吧 就是跟那些學章界 聊聊天 然後也會聊聊之後 因為之後自己 就還會升學嘛 就會聊聊之後升學 然後 嗯 要往哪一塊 走更好 對啊 因為現在在設備裡 對啊 然後在那邊也看到了 什麼工程啊 研發的等等 然後他們也會建議我之後 可以往哪一塊走 然後覺得 也是蠻好的 反正在 畢業前 然後在繼續升學前 能有這樣的機會 看看職場 然後 認識認識 真正的工作環境怎樣 還有 不同工作類型的人 表現出來是怎麼樣子 然後後來決定自己 以後 更想要成為什麼樣子 嗯 就這樣 我是 我是 我是機事裡的周比毅 我在心靈設備實行 嗯 我們 部門的 所負 所負責的機台 是再生經驗的部分 然後 主要的 就分成四大部分 石科 拋光 清醒 以及檢測 那設備的工作呢 即是機礦有任何問題的時候呢 我們就得進去去排除 這就是設備的工作 然後我呢 則是跟著輪班學長 在裡面 就跟在旁邊學習 那透過每次的機礦 以及保養 他們就會跟我講解 他們機台的機構啊 以及 原理 以及危險性 因為自成所需 所以呢 裡面就有一些酸鹼的液體 呃 包含 鞍損 然後 醋酸、硝酸、骨酸 那這些呢 其實都是相當危險性的 液體 那一旦 這個如果有個不小心的話 就會有噴漸啊 或是吸入性的傷害 所以他們就一再交代 我們要小心 呃 然後在 就跟著學長他們的話 也能常聽取他們的工作經驗 因為他們其實有蠻多型 都已經有十幾二十年的工作經驗 那就是 而且有可能 他們也在不同 不同地方 或是不同的社 不同的單位 工作過 所以其實呢 聽取他們 呃 跟我講解 各個部門 以及各個 工作環境的介紹 那我能多吸收 多學習 然後我覺得他們的設備 就是 社會的工作其實就是蠻 蠻 有時候就覺得蠻辛苦的 因為其實 沒有固定的休息時間 或是吃飯的時間 有時候可能 一到了 就快要到了吃飯的時間 結果 就剛剛有激況 那還是得去排除 那一排除完 其實已經過了吃飯的時間 餐廳已經沒有通餐了 所以 他們也只能 自己在想 撐個肚子 然後準備一些吃其他東西 不過我是不會 因為他們都把我趕出去 把我趕去吃飯 就這樣 對 謝謝 你 有一個在世內 有可能確實有機會 實習環境 確實有機會 所以結束到新國際內 會 會 如果他們就不會讓我 比方在洗潮換酸的時候 就佛酸那天 在洗潮換酸的時候 他們不會讓我去洗 就不會讓我進去 進去清洗啊 所以在旁邊看他們 他們其實也很怕我 我受傷 對 他們也不曉得 到時候他們自己本人 他們 學長他們 可能也會 可能也會被毒反定 然後 也可能 不曉得 該跟我的家長交代 所以他們就很注重我的安全 他們好像對你還不錯 你怎麼跟他們配合感情 一開始 跟什麼 跟他們配合感情 怎麼看什麼 呃 就 常跟著他們 然後就 長時間培養就好了 然後也不要太多的 就過多 極端的偏見 然後跟他們爭論 就好好的聽取他們 他們覺得 就自己聽完 然後自己再去想一想 就好 不要再跟著 不要再去用自己 有過多的評論 我覺得這 蠻重要的 各位 大家好 我是基士儀的陳鴻欣 我目前在新系列師系 那我的我們是 評管部 那評管部有分為IQC 跟OUQC 和PUC 那我目前是在IQC 是主要以計量經驗為準 那 OUQC的話 則是以機台的檢驗 那 我們的 我當初進去的時候會認為 IQC計量經驗就只是很單純的檢驗料件 但是我們 因為我們 我們是做設備部的 以及 時常進的 這種 作詞 成功 ser 混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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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